港獨思想 現在是實際上 甚至可以說是最多 最多 實質支持者的時間 這個肯定不是 他自己是睜大眼講大話 任何不合理的 更特別的一些歪理 我們必須要很嚴正去指出 這些才是符合我們香港市民大眾所期望 也是深感到 只有透過這樣去表達 才使得這些歪理 不會有分別的散破 所以說 有些人打著 言論自由的房子 去宣傳它獨開 我覺得這一點 是有色之時 是不能夠可以接受的 任何如果搞港獨的 其實都要受到譴責 在《基本法》的指導之下 任何有這樣的意圖 都是觸及到國家的底線 是不能容許的 那你如果是在 借一個政府的地方 當然在一個大學的校園那邊 我覺得如果是這麼清楚地 去宣揚這些 是不適合的地方 是不應該出現到這樣的 一種現場 一種雜貝 是有關的 又一點 是不明馬來 另一個你們 是不應該